据香港周刊报道,日前,候选港姐钟丽与男友于启文在预示的裸露照片外泄,致使她的形象跌至谷底,无限高层也表示强烈关注,已经打定叔叔并随时准备退出的钟丽仍极力维护男友,我不恨她,尊重她的决定。 然而坚称没有拍过更激烈照片的钟丽,昨日却再有第二波性感叶照流出,使她的诚心度再受质疑。 钟丽首批外泄预兆中,她躺在浴缸中露出肩膀和腿,男友则全裸坐在浴缸边对镜自拍,水龙头刚好遮住重要的部位非常之大胆,故被朋友取笑称扮演陈冠希。 而此次流出的照片中,钟丽表现得则更为大胆,她半路苏兄,姿态甚是撩人,还有多张男友半裸自拍照,似是很自恋见术的身材。 对于接二连三的艳照外泄事件的发生,无限制作资源部总监乐意玲表示,之前已提醒过嘉丽要处理好私人事件,这次事件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再做跟进,对于钟丽的形象的确有影响,暂时不知她在评委及观众心中的印象有没有打折扣。